杀海情终于上线了 不少小伙伴只看了一集就忍不住真香了 其实光看电视剧的名字感觉非常的宏大 但却一点都不枯燥乏味 反而有着实则的烟火气息 非常逼真接地气 作为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的扶贫电视剧 用西海固村民的视角 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 敏宁针的变化 从一个风沙走石的干沙滩 成为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村民从条件艰苦的山区搬出来 到尹川附近的平原上扎根生活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满天的黄沙 运气好的一出门就能中将 而其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村民们连盖房子的钱也没有 条件的艰难让不少人打了退堂鼓 由黄轩饰演的马德福 与张嘉义饰演的马寒水 想尽一切办法劝大家移民 帮助村民在吊庄盖房子扎根 看过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剧中的演员一个比一个大卡 而且时不时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客串 连大江大河中的宋玉辉都来了 王凯从东海来到了宁夏 成了潘书记 负责推动当地政策的发展 带动脱贫空间顺利进行 同时承开言与承爸爸也来了 除此之外 小编万万没想到 玛丽竟然也来了 如果不是真爱粉的话 肯定是认不出来的 一口米南话的郭京飞也上线了 虽然语言不通鸡同鸭讲 但他的到来 让米宁镇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 当时沿海地区发展很快 但是缺乏劳动力 正好宁夏有很多吃苦耐劳的孩子们 于是麦苗这些孩子离开家乡 去了铺田 麦苗是孩子们中的代表人物 在剧中 他因为母亲的去世 一直和父亲闹别扭 就连出去打工 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加上他喜欢的马德堡去了新疆 麦苗利用机会 出去接触更为广阔的天空 找马德福保命的时候 没想到玛丽意外客串 一句话直接承包了小编全年的笑点 就连眼一看了都疯狂点赞 没想到玛丽会用这个方式进行客串 不得不说 孔圣导演在选演员上也是非常独到啊 不知不觉的给了我们这么多彩蛋福利 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了 不是单纯的脱贫空间 而是在不知不觉中 就制造了很多笑点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